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个小美人 你真的喜欢 喜欢 喜欢 你不知道吗 男人之间最不能相容的就是这种事 你一个人 敢不要命地闯我的山寨 就是为了这个小美人 你就不怕了 我把你给杀了 不许进去 唐爷 你不能杀他 唐爷 我给您跪下了行吗 你们俩是不是 早就有事了 没有 真的没有 唐爷 紫蘇 不 这都什么时候了 有事就是有事了 不能再埋着唐爷了 唐爷 到了这份上 我只能跟你说实话了 我和他 在省城就解释了 说有事 是真有事 但是柳爷那个老东西 盯上了我的女人 唐爷 她是我的女人 可柳爷 偏要娶她做仪太太 我说的都是真话 真的 唐爷 如果你要是真要杀了我们俩 我没有怨言 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把我们俩埋到一块 好 我答应你 一定把你们俩埋到一块 不管你以后是人是鬼 你这个朋友 我唐井 交定了 不过 我不能就这样便宜着你们俩 刘先生 我也跟你说句实话 凭着我现在的实力 还斗不过柳家庄园 所以我想问问你 你说你这个小美儿 值不值二十码核子胖 我跟他聊了一整天 我捅了自己三头 我才弄明白 他也 他也 你是想用紫苏换枪 正是 我会派人马上办这件事 不过我把话说在前面 如果柳家庄园 那个老小子不把二十把盒子炮送过来 你们两个 谁也不能走 柳先生 我还要告诉你几句话 如果刚才你问我喜欢不喜欢这个小美人 我会明确地告诉你 我也喜欢 但是 我不会让他做我的压寨夫人 因为我唐景 一不贪财 二不好色 三不祸害百姓 我恨的是 那些军阀和土财主 我一生的愿望 就是要一个一个地把他们都杀死 好汉 唐令 我这辈子就要教你这样的汉子 柳先生 你不是唱戏的 怎么会编词呢 我又不这么说 咱俩可都没命了 你把二十把盒子炮给他送去 这柳家庄园 让白凤寨耍了一回 当家的 你这辈子 是让别人耍的吗 管家 给宋令拿奖 让他立刻送去 太太 这回让你赢了 我在你面前 还不是总是输 能缓过这两天 等你腾出手来 得把唐锦给灭了 这回算是低了一回头 走着瞧 迟早我会提着唐锦的人头 送到上城去 都捕上车去 好 好 嗨 游先生 以后如果有难的 一定来找我 我唐井没有别的能耐 但对朋友有情有义 行 谢谢唐人 啊呀 了不起是杀六个头 啊呀 满到个妈呀 走那三十倍呀 到处都是个家呀 此处不留言 只有留言的地儿啊 老子天不怕 地呀妈地不怕呀 啊 了不起是杀六个头 乖呀 满到个爸呀 走那长北呀 到处都是个家呀 此处不留言 只有留言的地儿啊 你有什么打算 刘先生 你敢不敢带我走 四太太 你可不敢这么说啊 你要是不愿意 就回柳家庄园去吧 你带上我 咱俩跑 四太太 你这不往死人堆里扎吗 柳爷不会放过你们两个人的 我知道 可是在我心里 柳先生是个好人 我还就跟定你了 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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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走啊 我是没什么情愿了 只有一个爹 可你呢 你爹 你娘 你两个妹妹 你走了 柳爷能放过他们吗 柳哥 你不能走 走 我差点把大事忘了 我差点把大事忘了 我不能带你走 紫蘇 谢谢你对我的情意 我的家 在柳爷手上 我不敢走 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啊 骗狗 哥 哥 哥 我 四太太 哥你 你慢点 怎么了这是 他闯白风寨 叫他给我传堂 身上自己扎了三刀 溅了几个血窟窿 哥 好汗 这么说都没事了 那咱 没事 就走吧 四太太 咱回去吧 哥 走 紫蘇 紫蘇 对不起你了 得回柳家庄园了 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我嫁给柳爷吗 紫蘇 命运还在你自己手里攥着 忍着吧 回来了 回来了 看见了吧 没废一枪一弹 把白风寨震翻了 你快快快快 告诉老爷太太 准备鞭炮 崩崩会去 看见了吧 回来了 快点 回来了 小刺儿 你叫我吗 你叫我吗 叫你 小刺儿啊 长得多俊巧啊 这位大姐 我叫紫蘇 不叫小刺儿 小刺儿 瞧 多多会说话呀 进了柳家庄园 你得给我记住 我是大太太 你是四太太 今后啊 我就叫你 小刺儿 看你的模样 倒是挺懂事的 今后啊 你得给我做贴心人 我会疼你的 音轩啊 你得好好地养伤 我得安排人伺候着你 你得用最好的药 太太 我这伤能不能回家去养 我正好可以陪我爹娘说说话 我还有两个妹妹 可以伺候我 用我的马车送你回去 我得让厨房天天给你做好饭菜 你得炖炖有肉 谢谢太太 那太太 我就送柳和回去了 嗯 老太太 老太太 你也好 照我的话说 老太爷 老太太好 来 老太爷啊 这是才娶过来的新媳妇四太太 多大了 是吧 还行啊 好 给老太太也看看 老太太 嗯 让娃走两步 我看看 好 走两步 走两步 这娃走路不飘 行 过来 走 站我跟前来 哎哟 哎哟 行 行啊 啊 屁股浑浑湿湿的 是个生娃的痞子 这奶也大 一准奶水旺 行行 行啊你 老太太 看您说的 是个女人都能生养 谁不行啊 是你儿子不行 小四 咱们走 好 让开 让开 停停停停 走开 走开 好 停了 柳老板 哥 你这怎么了 喵喵 就是摔了一下 叔叔 没事 没事 这这 哥 你这怎么了 啊 刚起来啊 成天睡 你睡吧你 就不能帮爹娘干点活 退 说我呢 不说你说谁啊 哼 刷牙呢 退 退 太太 给我弄点吃的吧 我真的饿得撑不住了 这算什么 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你得饿上几天 你要做柳家的四太太 就得守柳家的规矩 允萱 你这是怎么了 娘 我没事 哥 那先这么着吧 你好好养着 宋连 三总 回头我们给你送饭了 你要回去见你太太了 别让她送饭了 我们家不缺那口饭 这是太太交代的 顿顿地给你送饭 让你吃肉 你甭管这事的 宋连 走走 你好好养着啊 先走了 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我不都说过了吗 我是摔的 你要边瞎话 你就边原来再说 柳家庄园的太太 用他的车把你送回来 还天天派人给你送饭 这到底为什么吗 不为什么 四太太 请喝茶 这个沈子 你怎么总让我喝茶呀 这都一天了 你给我弄点吃的 你是不是想饿死我呀 我说话你听不见啊 我说话你听不见啊 四太太 太太吩咐过了 说您进了这个柳家庄园 得喝上三天茶 把肠子涮干净了 再说吃饭的事 什么规矩啊这是 三太太太 三太太她娶过来那会儿 也饿了三天 一个水灵灵的女孩 三天之后就没了人形 四太太 你要想活得像个人样 你得先稳住太太 得看着太太的脸色行事 是 哦对了 你得赶快生个小孩 生了小孩 那这个姨太太的位置 就坐稳了 你就这么问自己身上 通通通三刀 见几个血窟窿 嗯 允轩你自己扎自己 这是为什么呀你 哥 你凭什么替柳家庄园 这么卖命啊 哥 这回你风光了 你成了柳镇的人物 他失业了嘛 去去去去 出去 怎么你一张嘴 我就想删你呢我 出去出去 我惹谁了我 是 你说你 你要把你身上这狠劲儿 硬劲儿血腥劲儿 用在打算盘上 用在金人咱们粮殿上 那咱们柳记粮殿 不发财才见鬼了呢 柳家庄园的事你管得着吗 别说抢走他们一个四姨太太 就是把他们柳家庄园全烧了 跟你有个屁相干 你成什么能啊 爹 我不是成了 这个师爷我不当了 我回来接你的班 进行咱的粮殿 丁丁 有你接我的班 咱柳记粮殿准能活起来 咱们以后开一个一个的分殿 把分殿开下去 那 那咱们以后 就不先开个钱庄 爹爹 爹你的意思是让我以后当爷 那有什么呀 咱们柳家的仙人 都是爷 真的 是啊 哎 他爹 当前最要紧的是 赶紧给咱们宣二双门亲事 找个媳妇儿 让他给咱们生一大群孙子 然后让我们的孙子 来经营我们的粮殿 哎 怎么了太太 你该歇着了吧 小四是今天头天来 怎么说 我也得过去 我说 你早早晚晚要死在女人身上 我就料定 柳家庄园要是败了 就是这么败的 你又吃味儿了是不是 你也是江湖里泡了一辈子的人了 还这么吃酸味儿了 嗯 好 今天就让小四先空着 今天晚上我还是陪你睡 好吧 啊 你干嘛陪我呀 你又咬又拧又掐的 你还嫌我的罪遭得不够啊 我今天领小四去见老太太老太爷了 那老太太怎么说 老太太认真地说 这小四儿 屁股圆奶子大 屁股圆奶子大 好啊 我年轻的时候啊 也屁股圆奶子大 可我生养不出后人 是你的事儿 别往女人身上推 是个女人都能生孩子 你今天晚上是准备好了找事儿啊 谁找事儿了 我是让你积德 小四也是你答应的是吧 你也是忙活了半天 可人家进来以后你又找事儿 刘家庄园要有后人 这可是大事 行了你就过去吧 你就谢谢毒气 要是憋出病来 我可担待不起呀 我可担待不起呀 一遍 带死 你 你 好吧 好 我 去吧 我 你 你就是柳爷 抢我的男人 不 我现在是你的男人 是娶你的男人 我爹要是活着 还没你年龄大呢 你爹死了 这个世道死了好 你怎么不让人吃饭啊 你没吃饭 我还是前天在白峰寨吃的饭 已经饿了整整两天了 这吃饭的时候都过了 时候过了你就让人饿着 让我请一请再给你盛饭去 你们这么大一庄园 让人家饿着 你们家就这么折磨人啊 我还真喜欢你这样的女子 我喜欢你这样刚烈的女子 来 先拉上一段小曲儿 小子 给爷爷唱唱一段 来 我吃饱了 我再唱 不对啊 不对啊 唱戏的不就是喜欢饱锤歌唱吗 饿着唱才有味儿 四 来 唱一道吧 太太 不妙了 老爷又拉板湖了 你跟他二十多年了 这音调你听不出来吗 他拉板湖杀人的时候 让人提心吊胆 可听这音调他高兴着呢 他见谁都搭了个脸 就是见那个小婊子 心花怒放那麻花 他心里别提多舒服了 要这么着就没事 没事 太太不妙了吧 变调了 你送上我 你真的想死啊 我就是想死了 怎么样吧 我最恨你们这种有牵有枪的人 我又不是没死过 我死过好几回了 真是个烈性的女子 我喜欢 说吧 这会儿你想怎么样 死 我不让你死 我这会儿改主意了 想死想活又不得你了 来吧 来吧 老东西 你不顶用了是不是 你绑我干什么 你太有意思了小美人 捆着你玩才好啊 想捆我 我捆你差不多 想玩玩是吧 我让你玩 来呀 哎呀 来呀 有意思了小美人啊 前面的几个姨太太见了这个架势 自己先吓得哆嗦 浑身晒抗了 得一个小姨太太就是这么给吓死的 可你不这样 你是太让我喜欢了 老东西 我也看清楚了 你就这点能耐 想玩玩是吧 好啊 玩玩 我扔你玩 我扔你玩 好玩吧 我扔我玩 好长时间咱俩没喝了 我把酒都带来了 黑哥 咱们这会儿出去 万一一会儿柳爷叫咱们 不会有什么事吧 柳爷今天晚上不会叫咱们了 他和那小美人正折腾呢 走吧 走 走 走 这就是当爷的 是啊 这就是当爷的 所以咱们当孙子的 就只能喝口小酒了 走走 好酒 你看 走 哎呀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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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真的捆我 啊 啊 啊 你不就想让我掐你吗 啊 啊 我就还你十下 你不是想玩玩吗 好 你想玩玩是吧 啊 来呀 咱们就好好玩吧 舒服吗 舒服 再来 舒服 舒不舒服 舒不舒服 舒服 哎呀 奶奶的 这不舒服了 啊 奶奶的 是谁啊 滚一边去 啊 当家的 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让人打了 我听见了 啊 我听见你喊叫了 嗯 这小婊子 他是不是活你了 他是不是想死 啊 是太太呀 哎 没事 哎呀 没事 谁敢打我呀 你歇着吧 我在这玩着呢 啊 当家的 你真没事 啊 我一会儿 还找你商量大事呢 啊啊啊啊 好好好 啊 再大的事儿 明天早上再说嘛 咱接着玩 啊 太过分了 你太过分了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 你笑什么 你说你这个没用的老东西 你娶仪太太干什么呀 玩玩 玩 哼 好 那我就陪你玩玩 那就玩 你是我的玩物 不玩下去 你还怎么样 这就是爷是吧 独君和唐景都是爷 你们男人不当人啊 我让你穿金带银不好吗 我下这么大功夫把你弄过来 你就是这么这么对待我 我不把你当人吗 小美人 都已经死过了 唐景也得死 他死定了 你要是想好好活下去 你就把老子给伺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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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要饭呢 你说 招有什么事啊 你半夜三更拉板壶 拉得那么伤心 这小四还真行 还真格的行啊 你折腾来折腾去 白折腾 你在找我的茶 我不理你了 我不陪你了 让我看看 她还真宁你啊 还落伤了 这个小婊子 这个小女子啊 她真是跟我闹 她真能闹啊 我累了 你呀 会累死在女人身上 我呢 会累死在这庄园上 这所有的生意啊 你都甩手不管了 谁帮我呀 管家不是在帮你吗 我得栽培个高人 这个管家就是一个奴才 我说医 他能把医办好就不错了 他这个人啊 我看啊 得挪个地方吃饭了 有高人 你得尽管栽培 只要是为柳家庄园操心 我都是听你的 我得好好地栽培一下柳云轩 这柳云轩是得好好栽培 不过这庄园里面啊 管家是管家 事业是事业 谁也顶不了 事业你要分清楚 你上哪去 我要去办大事 你别管了 办什么大事 我得知道 白丰寨的事 你别管了 四太太 请喝茶 四太太 请喝茶 哈 管家来了 管家 啊ак看看柳师爷 柳师爷在哪啊 哼哼哼 再 再 再上一趟呢 你请 你请 你 你请 请请 管家来了 来 坐 云霞啊 说上 今后有什么打算 谁让你来文化的 普大了 我是代表柳爷和太太来的 怎么 不 不过格 我跟你说不上话 柳爷和太太已经答应我了 我把四姨太也带回来了 我得回来帮我爹 我就想当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这也不让我当吗 不是 柳师爷 你事办了一回大事 不就是个小戏子吗 他就是死了 在柳爷和太太眼里 算不上什么 你别借着这件事 给柳爷和太太摆谱 那可就是不知代语 那什么意思 他们说的话不算了 柳爷和太太说什么了 柳爷和太太说 我把四太太救回来 就让我回家 这 这话我怎么没听见 你明明在场 你没听见 柳爷和太太说的重要的话 我都听到了 说的不重要的话 我都听不见 我说一句 你听得见的话行吗 你说 这柳爷和太太 要是给你脸 你得要脸 对不对 你打我 我就打你了 滚 你 这这 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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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又耍开二矿子屁气了 这狗管家怎么惹得起吗 我就惹他了 我现在手里有杆枪 我一枪放了他 我的老天爷呀 这货我们家就躲不过去了 好好好 六爷 我得跟您说个事 不说不行了 大事下事 大事 说吧 我可是遵照您和太太的吩咐去请柳宇轩回来的 可他扇了我一个耳光 我承那单方大 嘿 嘿 乌拉 也敢打去乌拉拉 嘿 嘿 乌拉拉 遊客 之一 毓拾 x2 为什么 我一生去当当兵的 兄弟们哪本事啊 嘿嘿本事啊 买开大步走天涯 嘿嘿走天涯 十方正那单方的 嘿嘿单方的 一个大气呼喇喇 嘿嘿呼喇喇 死呆 即使男儿总爱 都是花还 θα 受尽感染 手朗是强壮 挂下追风马 因尽有正 期术中一气霸 这米熊 死伏就是一回本事 不总一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大 我看台下 嘿嘿 看台下